许松新济女友冯喜会成为下一个王彬彬吗? 不日前,36岁的许松恋情曝光被粉丝知乎铁树开花 可随之而来的却是女方的身份大揭秘以及黑料大气底 新女友名叫冯喜是个才女,小许松整整14岁 2000年出生的她有着1米76的二人身高 中传毕业,身批主持人身份 曾连续三年获中央总台奖学金 大学没毕业就参加主播比赛 北京话筒杨兰点名表扬 最后还一路过关斩将拿下冠军 当场被芒果台欠下 刚走出校门就站到了主持天花板何炯的身边 在比赛中,冯喜还有一段让人拍案叫绝的发言 堪称高情商培训模板 当时她被一位老师问到身高 在得知老师要比自己矮一丢丢时 冯喜接下来是这么说的 我实际身高可能稍微高那么一丢丢 但我觉得心理上的高度应该还是老师比我高出很多 承认身体高度略胜分毫 转而谦卑赞誉对试者来说更加看重的心理高度 冯喜这一波双赢的回答可为满分 而一时间这种种被扒出的过人经历 也让冯喜和许松的恋情 不再是女方前世修复美梦成真 而是登队的狼才女貌猜子佳人 只是对于网络这种疯狂造神 又迫不及待想要毁神的地方 对于冯喜的揭秘又岂能指导优秀的一面就点到为止 很快在部分网友福尔摩斯的搜寻下 关于冯喜的新鲜大瓜已经切好 被曝高中未成年和老师恋爱长达五年之久 去年该老师还发了冯喜照片 今年也点赞了冯喜微博 甚至据传冯喜母亲六月份还在给这名老师留言 两人分手时间线的模糊 让冯喜无缝衔接许松的传闻一度甚嚣尘上 也让女方的人品瞬间被打上问号 只是才女主之位捧上高位 随后过往被扒遭受质疑 这剧情似乎怎么看怎么熟悉 数月前的央视罪名记者王冰冰 不就倒在了舆论的风口下 可既有前人为例 那么并无实质性黑料的冯喜 并不该再被费尽心思打造成第二个王冰冰 而即便失神恋有为长轮 责任更大的一方已在老师 况且相比冯喜 许松曾经的感情经历也没那么光彩 这大概是音乐才资许松最难以启齿的一段过往 早前在一次直播中 许松心酸透露自己曾经的暗恋经历 让人笑中带泪 泪中又带着心疼 只因当初情窦初开的他喜欢搬上一女生 胆出事不利 因为太矮直接被拒 上初中的时候 有个女生我很喜欢 但是我太矮了 只有一米五几 还没有办法 而那位女生的身高则高大一米六 于是为了满足男友力需求 女生最后找了个一米六五的高大男子 直接把许松碾压 但目光实在不长远的女生怎么也想不到 这个曾经被他拒绝的矮土豆 后来会窜到一米八 成为中国响当当的音乐才子 名誉乐坛 不过在许松的人生经历中 要说真正让他伤透心的女生 其实还另有人在 提携帮扶力捧对方 反而朝自己又瘦又穷 人生要远离白眼狼这一刻 是女生何曼婷给许松上的 何曼婷是谁 这名字乍一提你可能会冒出问号 但要是说她就是歌曲素颜里 和许松对唱的女歌手 你一定不再陌生 而当年在许松的提携下 何曼婷还凭借此歌 登上了2011年的网络春晚 可面对贵人 她的回馈方式就是反咬一口 2014年由于长期寄生在许松的素颜里 才拿不出任何代表作 这让音乐圈混不下去的何曼婷 转战直播圈 再一次连卖PK中 她遇到了一位豪狠大哥 大哥素质感人 但架不住十分有钱 于是在大哥提到素颜 提到许松时 为了哄其开心获得打赏的何曼婷 直接讽刺许松又瘦又穷 把曾经的恩人贬得如同破庙里的乞丐 不过这还不够 随后何曼婷又为了交下大哥 直接对着屏幕和对方隔空拨拨 讽刺的是 许松和女方唱的这首素颜 唱的正是曾经不安适适的女孩 后来变得浓妆艳抹 产媚世俗 不礼貌地说 如果曾经的何曼婷是唱素颜 那么如今的素颜唱的就是何曼婷 但可悲的是 不仅这位过气女歌手 哪怕是应该八面玲珑的主持人 也曾一次次又不尊重告诉许松 好作品就是打不过好出身 2011年 主持人先后用三次冒犯 让许松深刻明白了一个道理 原来好作品打不过好出身 该年某威视跨年晚会上 许松说要参加带来名曲串烧 可当主持人开口第一句介绍她时 就恨不得把许松网络歌手的出身 撼似在台上 随后在许松等待Q流程 准备第二首表演时 深山来志的主持人又忙着相互对抗 大搞现场抽奖 全然忘记了台上还有一个大活人 其中最让许松想吐血的是 当主持人终于要介绍她的歌曲 宿敌时 又直接口误说成了宿命 而这个舞台对于许松的冒犯还远远没有结束 据悉事后有现场粉丝发文表示 原本当天许松一共带来了三首作品 可节目播出后却只有两首 据传这是因当晚流程安排导致时间紧缩 让许松的第三首表演最终在电视上不得不让位给广告 不过就是当年不受重视的许松 早已凭借资深才华一路晋升为音乐总监 还帮助过众多一线歌手 留下了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佳作 比如张杰娜首席卷全网登上央视 唱出华夏少年满腔热血的《少年中国说》 便是由许松作曲 比如张亮颖张杰合作演唱 描绘出积履由子思乡之情的燕归潮 便是由许松填词 再比如专门为电视剧《花千古》量身打造 《钱座一响》心碎现场的主题曲《千古》 也是许松一人操刀作曲填词 而许松不仅是这些热歌的幕后功臣 更是在默默地帮助无数粉丝附送前行 众所周知 许松在《你好星期六》上遇到冯喜之前 是公认地从不上任何综艺 而促使他做出颠覆性改变的 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守护好粉丝的钱包 因为许松的歌至今90%以上 在各大播放平台都无需收费 可不收费削减的效益许松不介意 背后的海迪公司却不能接受 于是为了填补上许松重粉的缺口 有时候现实因素 各种线下演出难以举办的制约 把许松退上节目赚点通告费 无疑成了公司可选的最好出入 从十年前的丧文化非主流 到如今铁树开花亲手良人 36岁的许松至今仍一副少年模样 或许时间在走良人会换 但许松和青春二字的那份关联 一直都不曾改变